步骤5,我们必须再回到我们那个LINE里面去把它做连结 跟Versale刚做完的地方 好,做连结 好,来,我们就继续往下做 当然在这地方我们要回到安装步骤哦 我们刚刚已经建立了这个网址了,对不对 Versale建立网址,要再把它贴回到LINE的平台里面去 好,来,这地方回到LINE,LINE就在这里啊 那贴什么呢,贴刚刚这个网址 贴刚刚这个网址 好,把它复制起来 接下来贴在哪里呢 是贴在我们这个LINE的上面这里哦 在哪里,Message的API这个选项 在这个地方,点起来往下移 好,在这个Webhook的URL这里 在这个项目里面呢,点editor 把网址贴上来 贴上来的时候注意哦 注意什么呢,安装步骤 它这边有特别提醒你 后面要加Webhook这里 哦,这斜线后面贴完就到这里 所以把这个要补给它 来 Webhook,来来来来来,回到这里来 斜线Webhook,不能打错字哦 打完以后呢,请你点update更新 那确认一下有没有效哦 点选一下 哎,它跟你讲OK的 那表示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使用这功能要打开它 你刚已经设定完了 这功能必须开启 use就使用它 对不对 还有还有 楼下这边有两个功能 要把它关闭 这个叫Auto Replay这里 editor 就进到回应设定 这个欢迎好友关闭 那自动回应关闭 这个不能关哦 Webhook要开着哦 点完以后预设就已储存 那这边可以关闭一下 这边请你点画面 重新整理 那我们再来检视一下下 好,我们使用这个 再确定是也可以哦 没有问题,对不对 而且会使用Webhook的这里 那这两个功能就关闭 那设定就到这里了